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 欢迎来到密度陈县 这个现在呢 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有网友说什么事 怎么看不懂了 红海误机枚MQ有死伤无灵机两次 北约盟友尴尬了 什么意思呢 最近不是这个美国组织这个红海所谓护航行动嘛 打击胡塞武装嘛 那么欧洲呢 也要独立于美国 觉得我们欧洲人很高贵 你美国也只不都是我们一些后代 或者说你们美国人是粗鲁的 是不优雅的 是不得体的 你们不文明也不礼貌 穿衣服也没有品位 各方面都很粗暴 我们怎么能够跟着你美国大兵混呢 我们自己要组建一支欧洲军 我们称之为欧军 这个是独立于这个北约的 那么他们也要到红海来所谓参加黄海行动 毕竟嘛 你天天管这些国际事务 要插手中国 要不爽伊朗 要制裁朝鲜 要干俄罗斯 你光靠嘴巴打嘴炮 口炮 像呆蛙一样的 对吧 用嘴巴的这个口水化作这个导弹 让你发动进攻 或者说自己打飞机 往屏幕上面射金叶 作为这个洲际弹的导弹 那肯定显然是不行的 你必须还是要什么 要有一些这些铁皮到前线去展现你自己的 用台湾的话来讲 夏本宏 快看 大机右 那么你去了吗 你总归你要执行任务的吧 因为他们明确说不跟随美国 而是在法国的牵头下有一支欧军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就欧军把美军的无人机给打了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说明什么情况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新闻背景 德国海军124型萨克森级巡防舰黑森号 赶赴红海池原 但据话报以我海军在红海尴尬了为题 公开舰上雷达系统 误将美国MQ-9死身无人机当地机 发射了两枚导弹 不过据黎巴嫩马亚丁电视台引述相关报导称 幸运的是 德国这两枚标准二型拦截导弹都因技术原因 以致未能击中目标 最后落入大海 德国官部发言人斯坦福勒说 当黑森号瞄准这架无人机并开火时 还不清楚这架无人机属于哪国 也不清楚它是否和任何盟国有关 事后军事问题专家戈维森指出 那是美军的无人机 斯坦福勒强调 黑森号在开火前 曾联络所有的盟国 询问是否有无人机在占据 然而 当然并没有任何盟国表明 在相关海域有自家的无人机 此外 后来有消息传出 现前也没有任何国家通报这架无人机 另一方面据动力王28日报道 后来黑森号在鸿海近距离 记录了两架野门胡塞武装的叛军无人机 黑森号在2月8日离开德国 抵达鸿海几天后才去的 目的是在帮忙保护周边的国际航道 以因应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持续攻击 那么这个呢 所谓的击落胡塞武装的飞机 我觉得也是吹牛逼 这个就是他们在那里自娱自乐 首先第一个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分析 第一个 那么首先一个 就是德国和美国 他们这些盟友之间 这个管理是 战场管理是很混乱的 因为你强调的是 你不追随美国 是由法国 欧洲政治大国 法国牵头 引领的这个欧洲军 在这里展开自行 替欧洲盟友护航的这个行动 所谓的打击野门胡塞武装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和这个管理 以及相互之间的通报机制 和这个战场的 我们讲你一个公司要管理 你的一个学校你要管理 医院你要管理 家里也小到家庭也是要管理的 那么你战场 当然也要有一套战场的管理 那即使你们是说 我们分开自立门户搞 那么你跟盟友之间的这个沟通 总是有的 毕竟你们再说分开 那他妈也是北约的成员国 那怎么在这个地方 战场要重要的一点 就是指挥联络畅通 联络都不畅通 都事先都问了 都问了就是说 有没有谁的无人机在这里飞 那都没有回应 那就说明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协同能力 很糟糕 这个协同能力很糟糕 那么还或者有另外一种讲法 毕竟中国的海军也在那个附近活动 那么是不是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和英国一直都是讲 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 伊朗背后是中国 那么有没有可能中国的这个 战舰在这里进行 跟他进行电子对抗呢 他根本就没有收到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 也是个疑问 但是这个后者 我们自己的有没有介入 这个呢 我们不能说因为 我们要去夸耀我国的力量 而刻意去这么讲 就自娱自乐 这个我们也不会的 这个我们也会很严谨的 我们不像他们美国的妈 有个武器吹的 好像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在乌克兰的表现 去让我们打跌眼镜 包括美国空军 打一个中国气球 F22战机上去 发了三枚导弹 只有一枚命中 然后在这个密西根湖上空 美国青年俱乐部 自己玩的玩具气球 美国F22战斗机也上去打 发射两枚响尾射导弹 只命中一枚 那么他们这个 而且打一个气球 要美国要七架 七种不同的型号的飞机 进行这个战场布控 那么是不是 如果真正面对 中俄这样的大国的时候 他们的整个指挥控制系统 以及联络通讯系统 是不是都是会出很大的问题 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确实有些问题 那么第二个 你德国的电子设备 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说连台湾 它的雷达都可以扫到 说中国这个是 尖11战斗机 这个是尖 除了尖20它扫不到以外 尖16它能扫得到 尖11能够扫到 包括这个运8还是运9 它能够扫到 然后还有这个是尖10 它能够扫到 就说 包括中国的无人机 是什么型号的 它也能够扫到 这个无人机是什么型号的 那连台湾这么垃圾的 这种我们叫做雷达通讯系统 连就是说雷达监测系统 它都能够什么 准确的进行这个识别 除了尖20 它没有这个反影声雷达之外 它扫不到 从来没有通报过 但是其他的时候 它还是能够通报出来的 对吧 那么你德国的这个战舰 难道连台湾都不如吗 你都没有办法扫描出来 这个MQ有此生无人机 这飞机那么那么巨大 还有那种全球音 这个飞机都很巨大的 你难道你的这个扫描系统 不能够进行体积 就是它的体积的这个测算 距离的测算 飞行速度和飞行逻辑的这个测算吗 你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你这个战舰上面的这个电子 微电子作战系统 和这些电电磁电子电 就是说电子电路系统 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吧 你到底是落后了多少代 你把多少年的老古董 给它拿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的战舰 是不符合现代战争的 所使用的 你看看中国的那些战舰 都是那个涂料 包括整个设计都是一码式的 就是整个看起来特别光流 特别舒服 特别的这个流畅 对吧 就像那些超跑的那些设计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轮船里面分为 军舰里面分为等级的话 中国都是这些 帕加尼啊 不是 科尼赛格 或者说法拉利这种跑车 那德国的车子 就是德国的军舰 就是什么 这种什么大众汽车 就是这样的等级 那你说你能够说来到赛嫂道上面来比赛吗 当然是是 是没有这个这个能力的 那么再一个 你既然已经锁 第三个就是你既然已经锁定了这个目标 那么你发射两枚标准二型啊 这个防空导弹 你他妈居然能够因为有技术原因 居然没有命中 那如果说这架飞机是野门胡塞武装的 从你这样飞过来 你你能够命中的了吗 对吧 你的导弹 居然两枚导弹是没有击中这个目标的 那么你的这个瞄准系统啊 你到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导弹到底行不行 你的定位系统和和这个跟踪系统到底行不行 这个也看出来也是不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第一 他们内部的指挥控制体系和通讯保障体系 他们出了很大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 就是你的这个雷达监测系统 你你到你到你就是你的眼睛和耳朵 你到底行不行 看来是不行 你都不能准确识别出来 那么第三个 就是你的导弹 你既然定好位以后 那么你去发射这个导弹 你这个武器的这个导航系统 追踪系统 你你你你到底行不行 也不行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舰的作战实力 刚才上一集老兵也跟各位介绍了 说欧盟说台湾跟中国大陆是互不隶属的 要派很多的军舰到台湾海下来来这里来耀武扬威 那么你在鸿海的这样的破旧的军舰的这种表现 你如果到台海来遇到解放军054A级导弹护卫舰 或者说最新下水的054B型大型导弹护卫舰 你在他的面前 你这种军舰是什么个软的东西 能出来比赛的吗 那显然是不能的 那么你就说 你口气说的那么大 你真正能够派出来的这个军舰的质量 如果说我们现在打台湾 你说我要帮助台湾 我们是民主阵营 你秉持着那种旧老的腐朽的这种冷战思维 那么我现在要打台湾 你的这种军舰能够跟我的军舰来进行KO吗 能够在现在跟我进行比赛吗 和掰手腕吗 显然是不行的 你会被我直接给第一个回合就给KO掉 我直接发射 我们直接发射一枚超音速导弹 还不是高超音速 因为导弹护戒上没有配备高超音速导弹 那05上面配备的 现在要小心的话配到052D上面去了 那么你这个军舰怎么样来防止我的对你的攻击 如果我的是彩虹和翼龙的无连机 我还不用上攻击11 那你怎么来防范 你不是他妈死翘翘吗 那么也就是说 从物理层面 你改变不了台海现状 你维持不了台海现状 你没有办法让中国在物理层面 听从你说 不单方面改变现状 你没有这个实力 你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这个本领 那么你在欧盟上面讲的这些什么 台湾跟中国大陆互不隶属 中国所有的 不包括台海 就所有比如说钓鱼岛南海 包括中印边境 或者说跟越南的这些领土争端 都他妈是非法的 那么这个有一点太歇斯底里了吧 但是你又没有相应的匹配的实力 你德国大吹特吹的 以前我们看小时候我们都看世界军事百科 什么世界前十大坦克 美国的M1爱布拉姆斯坦克 是世界第一的 德国的暴使坦克非常厉害 是世界第二的 韩国的坦克能排名世界第三 英国的挑战的坦克排名第四 以色列的什么梅卡瓦坦克排名第五 你看到中国的坦克会排名八九名 很弱 可能俄罗斯可能也会排了前四前五 但是中国的装备 什么99A坦克 那都是垃圾货 美国的爱布拉姆斯坦克 德国的暴使坦克 相当牛逼 所向批你 甚至韩国的坦克都比你中国的屌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就是过去以来 一直以来在军事领域的意识形态洗脑 让很多人对西方顶礼膜拜 跪拜 你看他们有这么大的大肌肉 对吧 我们在他们也很渺小的 他们只要打一个响指 像灭霸一样打一个响指 我们就死掉了 我们就被他们给灭掉了 我们很自卑啊 我们不强壮啊 对吧 生理上软没别人打 心理上软也没别人打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现在生活中是什么 你看看 胡塞武装一个他妈的穿 有的不穿鞋就穿个拖鞋 拿了一些简易的一些武器 稍微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就可以直接把英国军舰 跟美国军舰给打 被他给击中 那你这时候德国军舰 我在想 是不是马上也要被 胡塞武装给击成了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所以说 这就是西方 现在真实的状况 像一棵 表面上很粗壮的一棵大树 他妈里面早就被虫 给祝空了 我操 现在又被啄木鸟 给他妈啄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